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泰国曼谷是一个设计之都 这一次来到这边勇闯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彰化青年 林黄毅David 他在这里创建了D-Cubic 是一个空抢空间 同时也是一个室内设计工作室 在这支影片里面他也推荐了三个来到泰国 必吃的小吃 究竟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 哈啰David 哈啰 您好 您好 很开心来到这边 是 欢迎欢迎 那David 到底你在泰国是做些什么样子的事业类型呢 我的主业其实是室内设计 对 那当初因为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找不到比较小型的空间 是 都很大又很贵 而且都要长约 然后所以我就后来想到一个idea 就是说我们多余的空间拿来做分享 然后帮助这些来创业的人 既然是一个共享空间 其实第一个共享的人就是你们自己嘛 没错 我想要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好 欢迎 这里就是你们的 是的 这里是我们的室内设计部门 哦 其实还蛮多设计师 看起来年轻耶大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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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一下你们的公司名称 是 这叫做D-cubic 就是立方体的意思对不对 是的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个名称 其实这个有个故事在后面 因为我当初在设立这个公司的时候 是因为有一个梦想 所以我的dream就先产生了 那有了梦想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design这个梦想 然后之后才要去develop发展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是D的三次方 那刚好因为我们是做室内设计的 是跟空间相关的 所以它就组成了一个D的立方体 来自这边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就是资源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泰国人生地不熟 语言又不通 所以有很多相关的资源 我们是很难搜寻的到的 很难取得的 对 你来到这边之后是后来才学泰文的吗 我是一开始来到泰国 在我爸爸那边的工厂 所以我有学了大概四个月的泰文 才四个月 一开始对 而且是每个周末 因为我们工作是一到六 那我只有星期日 有办法一整天去上泰文课 然后四个月我就 基本简单的字母会看会读 大概了解了David的故事之后 其实我觉得只看这个空间不够 既然他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他所创造出来的共享空间就更厉害 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 走 David 你们家公司人这么多 是啊 总共编号编到九十几 怎么一回事 其实有很多是幽灵 没有啦 其实是在海外的一些公司 所以他们没有设公司在泰国 可是他们其实需要一个办事处 没错 像我有个客人他是在越南的家具厂 那他们希望破点到泰国 可是还没有那么多人力 所以就是找了一个信箱我们帮他收信 然后传给他 所以等于是你们也是他的办公室 那信来之后你们就会通知他们 然后并且帮他们做扫描电子化的工室 对对对没错 非常贴心 这其实可以省蛮多成本 对啊对啊 这些摆设蛮可爱的有 这是我们的那个3D比赛的结果 就是我们之前会做一些活动 然后我们想要促进就是学生跟这个市场的交流 那我们就比赛了一些设计比赛 那像我们做过平面设计啊 然后也有影片的设计比赛 然后像这个是3D比赛 OK 所以其实你们不光光只是 守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还有出去扩展 顺便找一些新鞋进来 其实我们是希望把这边定调为一个 设计中心的共享空间 好的 通过了这个小小的长廊之后 我看到一个超新鲁的地方 就是这 这是我们的吧台 Cheers 耶 欢迎欢迎 诶 吧台区怎么会有这想法 这里不是办公室吗 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想要营造让大家比较开心的氛围 嗯哼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来到这边创业 会觉得很无聊 晚上没什么事情做 是是是 这边也可以是一个交朋友的好地方 对啊对啊 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空间很free的 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在那边聊聊天啊 然后就说我晚上去哪里玩啊 还有哪里好吃的啊之类的 既然听到哪里好吃的 如果大家来到泰国 你自己最推荐 大概吃人一定要吃的三道 泰国菜是什么 我讲吃的问我就对了 你看我的身材 是因为吃的呢 泰国其实很有名 这些吃的小吃 那如果小吃类我会最推荐就是 炒妈妈面 炒妈妈面那是什么 它其实是炒泡面 它们的泡面叫做 反妈妈 反妈妈 对妈妈就是泡面 对 听起来都会叫妈妈的 反妈妈 对对 所以我觉得是无敌的 就是来一定要吃 可是像这个大部分会在哪里 餐厅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在做这一道 餐厅比较少 主要是在路边摊 路边摊 路边摊或夜市 我有问题 大家每次来到这边都会跟着 说千万不要吃路边摊 很怕拉肚子 你在这边这么久没问题吗 其实我刚来泰国的前三个月 我上吐下雪 因为不习惯 那现在已经很强劲了 对对 现在就是同乡铁壁 同乡铁壁 所以第一个推荐是路边摊的妈妈妈 炒妈妈面 那还有呢 再来路边美食呢 他们的烤肉串超好吃的 烤肉串 而且一串才十株 好便宜 可是我跟你讲 我每次看到路边摊的时候 都觉得他们的烤肉串 跟台湾的很不一样 是颜色看起来都很深 而且有些很鲜艳 那个香料 红到一个你会怀疑人生 它到底放了什么 其实泰国对色彩学 我觉得还蛮奇妙的 他们很感用色 就连食物的颜色也是很鲜艳 像你刚刚说的 他们那个腌制的肉 整个红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对 但是其实还蛮好吃的 那第三个呢 那我觉得 可以再推荐一个 就是它的炒饭 对对对 因为其实 泰国的米粒 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我们台湾是比较黏 比较Q 他们是粒粒分明 那炒饭的话 用泰国米下去炒 那个整个就是顶级 超棒的 对很香 我觉得你完全感觉 已经很融入泰国生活了 所以这边就是你们的共享空间 让大家在这边开会 没错 办公室就是在这里 这办公室太梦漢了吧 一下子又有丛林 然后一下子又有这种复古的台湾 是是是是 其实呢 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当初设计的理念 就是 就是因为我想说创新创业就是 有点像是从 书木空从石头 蹦出来 那种 你要逃脱那个框架 对那那个 蹦出来的那一颗 是不是有光线四射 对 所以我的设计理念就是 有点像是从石头 空气 裂出光芒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会有很粗糙的东西 然后也会有很精致的东西 然后做一点冲突感 这样子 对这是为什么看到 比较粗糙的 然后又有金属的东西 这样子 你们的那个DM上面有看到说 你们这边的空间呢 除了大家租用办公室之外 办公室是有分的 有分一般的view跟ctview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 ctview是什么 33楼 天呐 这个景色已经快要 可比台北101了 是吧 当初怎么会想要找在这里 哇当初就是 其实我找了很多地方 然后看了很多点 然后结果我进到这里 看到这个景色就说 就是他了 就是这里了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台湾青年 会想要来这边创业 那你自己当初在找资源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分享给他们 因为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都蛮无头苍蝇的 不知道该从何开始 其实现在台湾青年 想要来这边创业 是比较幸福的 因为我当初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我们真的是 领头羊 对我们是拿锄头来这边耕耘的那种 但是现在真的是超幸福 因为台湾青创总会 在这边其实也蛮多资源 在台湾那边有很多资源 所以他们都已经把土耕耕好了 我们接下来只要来施肥打个种子 这些前辈们都会帮助大家的 没错 最后前辈是不是也给这些后辈们 一句鼓励的话 你觉得来到这边新南向创业青年 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跟态度呢 就是我就要当一只打不死的蟑螂 打不死的蟑螂 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你遇到挫折 或者是遇到问题 就是你要像蟑螂一样 就是不怕 然后继续解决问题 这样子 最后你就会有一个蟑螂窝 没有啦 听起来有点可怕 意思就是你要不怕拖鞋 然后要自己有抗药性 越来越强大 你看蟑螂药都没有用了 我好喜欢你的解释 好了 当一只打不死的蟑螂 才能够成功的来到了新南向的地方 努力的生根创业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 在泰国创业成功的David哥 祝福你接下来蒸蒸日上 谢谢 如果所有的朋友们 想要更了解这些 新南向的创业青年故事的话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订阅 这边 麻烦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后呢 希望也祝福大家都可以 创业成功啦 新南向创业青年们 加油